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曹振勋老师 今天要进行的实习单元是同步发电机的开路实验 学习目标语大纲 了解同步发电机开路实验的方法及目的 开路实验的接线图及目的 开路实验的实体接线图如图所示 是指同步发电机在五载的情况下 转指与同步转速运转 其目的是记录五载时 在定指的电输开路电压依据 与转指直流即时电流IF两者之关系 此曲线称为五载宝和特性曲线 那今天我们所进行的这个实验 原动机是以直流多用途电机 为主并且把直流多用途电机 接为分机式直流电动机 那同学要把它接为外机式直流电动机 也是可以 开路实验所需至仪表及测量曲线 所需至仪表 转指为直流安培表 直流伏特表 定指为交流伏特表 二测量之曲线 将直流即时电流IF与开路时电输端 向电压VO 那同学要特别留意的是 我们要将定指的交流伏特表 转为每项定指绕组的向电压 将这两个的关系记录后 绘制成曲线 此一曲线称为开路特性曲线 又称为五载特性曲线 为画面上蓝色这条OCC曲线 开路实验的实验步骤与结果 步骤一 将磁粉式电力自动器 电力自动控制器 直流分机式电动机 与同步发电机等机构串联融合 完成上述实体图字阶线 本实验的定指电输道组 是采用三角接 步骤二 将开关S1跟S2断开 并且将厂电阻器RFH1 置于最小值 同步机直流机词电路的厂电阻器 RFH2置于最大值 步骤三 动力机设为定转速模式 本实验的转速为1800RPM 步骤四 投入原动机的外加直流电源 并且逐渐增加原动机的厂电阻器RFH1 直到原动机带动同步发电机的转速为 额定转速为止 步骤五 投入开关S1 并且逐渐减少厂电阻器RFH2 当厂电阻器RFH2减少的时候 同步发电机直流机词电流IF随时增加 而同步发电机定质端的五转电输端电压也会增加 直到五转电输端电压依据为额定电压为止 而我们今天进行这个实验的额定直流机词电压为60伏特 直流机词电流为300mA 步骤六将步骤五的直流机词电流IF与五转电输端电压依据两者的关系记录在下表中 本实验由李盈颖助教为同学进行示范 好经过短暂的时间之后 我们已经完成了同步发电机开路试验的接线 好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试验的相关设备还有它的功能性 首先我们需要先将电力自动控制器的摇头开关指向N处 也就是定转速控制模式 今天这个试验我们的外加转速为1800rpm 也就是额定转速1800rpm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画面上 这一部的话是直流多用土电机 我们将它接为分机式直流电动机 以它为原动机去带动这一部同步发电机同轴运转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画面上这个地方 这个直流电动机磁场调整器 它是电路图的RF-H1 我们一开始要把它置于最小值 RF-H1置于最小值的时候 场电流是最大 场电流最大转速最低 所以呢我们一开始是希望 当原动机转动也就是直流分机式电动机转动的时候 它是键力低转速 那我们再逐渐将敞电阻气调大 敞电阻气调大的时候转速就越来越快 那我们再利用电力自动控制器去对马达加载 将转速移植到1800rpm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右边这个敞电阻气 这个敞电阻气是电路图的RF-H2 这个敞电阻气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调整至最大值 那这个敞电阻气的话 它最主要是用来调整 同步发电机转直的直流机磁电路 当这个敞电阻气至于最大值的时候 转直的敞电流最小 相较之下一开始 一开始在同步发电机定直所建立的 开路交流电压它是最小的 那我们再逐渐调整这个敞电阻气 也就是RF-H2 由最大慢慢的逐渐减小 当敞电阻气减小的时候敞电流就会增大 敞电流增大 这个时候同步发电机转直的磁通就会增加 转直磁通增加定直的开路电压 同学要注意一下这边的交流幅特表 它就会随之增加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将这个电压调整到220伏特 也就是同步发电机的额定线电压 并且去观察这个时候相对应的直流机磁电流的大小 把这两个相对应的数值把它给记录下来 好那我们这边的直流机磁电路 我们一开始就是设定为60伏特 所以我等一下一送电这边就是60伏特 好接下来我投入电源 这时候呢分机式直流电动机已经开始转动 我先让转速增加 好那最主要是电力自动控制器这边的转速 我们要利用这边的Stator Value把它调整到1800RPM 让它以1800RPM的转速定转速旋转 好同学你可以看一下画面上这边 好这时候转速啊马达声音改变转速逐渐降低 好直到液晶荧幕上面这边的转速 大约是1800RPM 好这时候转速大约是1800RPM 好那这个产电主器就不要再去调整 电力自动控制器的调整旋钮也不要调整 好接下来呢我投入这边的直流电源 也就是同步发电机转指直流机尺的直流电源 好同学你后面上这边可以得知直流伏特表显示60伏特 好那接下来我要去记录 当我的这边的电流表各位注意下 这边是转指的直流机尺电流 0.04A代表40mA 40mA的时候这时候的定子的开路限电压 大约是47.6伏特 把这两个毒子把它记录下来 好接下来我逐渐 减少同步发电机转指基尺 厂电阻器RFH2把它逐渐减小 那这时候同学要把目光注意到这边来 当它为0.05A的时候 把这个相对的毒子把它记录下来 好当转指机尺电流 0.05A就是50mA的时候 定子的开路的限电压 61.6伏特记录下来 接下来我再把RFH2 逐渐调小 好当转指机尺电流60mA的时候 开路电压大约是79.5伏特记录下来 转指机尺电流70mA的时候 定子的开路电压98.3伏特记录下来 当80mA的时候 开路电压122.7伏特 90mA的时候 定子的开路电压139.4伏特 转指机尺电流100mA的时候 定子开路电压155.8伏特 110mA的时候 定子开路电压167.6伏特 转指机尺电流120mA的时候 转指开路电压185伏特左右 130mA 开路电压188.2伏特 这些数指同学要把它记录下来 好那我们就 直接把它调整到 好当这边显示 额定限电压220伏特的时候 好同学你可以发现 当转指机尺电流 大约是160mA的时候 这边的定子的开路限电压 大约是220伏特 这个支流基尺电流 同学要把它记录下来 我们是用来等个消息计算短路比 跟同步主烫标指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所进行的 同步发电机开路特性实验 画面上是我们今天进行 这个实验的实验结果 那同学我们可以藉由实验结果 可以观察到 当厂电流 也就是基尺电流IF 从30mA 逐渐增加到210mA 五载硬电式会从47.3伏特 逐渐增加到256.8伏特 也就是五载硬电式的大小 跟基尺电流的大小 是成正比例的关系 以上今天这个实验到此结束 参考资料如画面上所示 感谢各位同学今天的收看 感谢各位同学今天的收看